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最主要是因為俄羅斯 他這個久攻不下 這個事情 他一直怕這一場戰爭 變成一個 他跟整個北約國家的一個戰爭 那麼並不是說他 他很怕打這場戰爭 而是這場戰爭如果升高的話 跟北約直接對壘的話 那這個戰爭就會 就會感覺上會是失控 那這是俄羅斯比較怕的 可是北約 以美國為首北約一樣 美國看起來是好像是 誰都不怕的樣子 可是美國這國家說實話 他要不怕的話 他搞那麼多軍隊幹嘛 他搞那麼多防線幹嘛 搞了那麼多海外基地幹嘛 基本上他打的仗 我們今天二次大戰以後打的仗 我們看起來的話 都是欺負弱小 真正他對那些 真正能打的國家的話 他都是透過代理人戰爭 他不敢真正的 真正的直接對壘 你記憶一下這個5月22號的時候 米里跟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參謀長 首次通電話 我覺得那個時候 雙方會去通電話 應該就是相互保證 我那時候我就說這個一定是對於戰爭 外溢到烏克蘭 雙方互做保證 那我覺得那個5月20號以後 這個電話打完以後 不管是俄羅斯來講 美國來講 都一直在談這個 戰爭不要外溢的問題 那基本上俄羅斯今天在外面 外面警告 他的這個 他這個國會議員 電話上的警告 基本上就是說 你不要想動我的本土 你只要動我的本土的話 那很抱歉 我的報復力量 是讓你沒辦法承受 就是這個一個很簡單的訊息 可是我認為5月22號 20號米里跟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參謀長 這場這個電話 基本上我認為是米里 對俄羅斯的參謀長 已經做出保證 也就是說你放心 哲倫斯基我可以控制 我會讓他 所有的炮彈 所有的攻擊 絕對不會外溢到你俄羅斯的 一寸土地上面 這是美國人 會跟俄羅斯做保證 那這個保證下來的話 其實回過頭來 美國人就要必須要展現一個能力 就是對 哲倫斯基的控制能力 那哲倫斯基 他是不是完全會聽命於美國 也未必 這裡面我們看 我看到的這些 透露出來的各種放話 基本上其實就是一種 公開的談判過程 校正的過程 那 都講了狠話 哲倫斯基講了狠話 就是說 我會讓你們 到時候讓你 顛覆了 讓你美國人也吃驚 對啊 大使我好奇 什麼叫做 我們要歇斯底里的鬧一場 到底是 就是打 就是打俄羅斯 就是直接打俄羅斯 對 他不會 他不會自己人抓 在那個 其實你看 你看這個烏克蘭 跟俄羅斯的地圖 他從基辅 再往北走一點 他打個八十公里 現在給了海馬斯火箭 八十公里的射程 那他在邊界離四十公里 他多的是 前兩天他不是已經到了 哈爾科夫的邊界嗎 那 哲倫斯基不去演了一場戲嗎 結果被他fired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安全局的顧問 不是 叫他道歉 不是把他的那個 敵給他 給他卸出來嗎 說是作秀 對 可見你今天你真的 哲倫斯基你要去打的話 事實上的話 是很多機會的 並不是那麼 我記得那個 前 大概一個月前 還有多次所謂的 俄羅斯邊境城市 要不然就是這個油庫被炸掉了 要不然就落下來幾枚炮彈 這個消息還有 可是這個一個月沒有 這個一個月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情勢有點失控 所以我認為Mili跟這個 俄羅斯的這個參謀長 打電話就商量這件事 因為戰爭留在烏克蘭境內 跟溢出到俄羅斯的本土 那是完全兩個不同的階段 你如果溢出到俄羅斯本土 俄羅斯今天就不是這麼手下留情 這個戰爭就可能升高 而且也不是美國想要看到 美國想要看到的 我覺得他目前戰略就是 在烏克蘭境內 這場戰爭就一直 縮現在烏克蘭境內 然後不斷地來怎麼樣 來消耗俄軍的戰力 把俄羅斯陷在這一場 新的所謂的 21日新的阿富汗這個戰場一樣 就跟在冷戰的時期 阿富汗戰場把俄羅斯 當時的蘇聯拖垮一樣的戰略 可是你要打出去的話 那這場戰爭就失控 失控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當然 美國是要一個可控的一個戰爭 那這個過程你看事實上 Mili打完電話5月20號之後 就沒有再傳出任何烏克 俄羅斯本土有落下炸彈 或俄羅斯哪裡秘密怎麼樣 一個什麼什麼飛彈發電廠 發動飛彈這個實驗室 然後裡面一個實驗室突然失火 這些都沒有了 那這個裡面我認為就是 美國事實上對折倫斯基施壓 那現在為什麼折倫斯基 又有一點點這些在那邊放話 就是說我會讓你 讓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就是說基本上可能 對於美國提供的武器不滿意 然後美國的武器基本上 大概在談判的時候 給予烏克蘭軍隊使用上極大的限制 我們前兩天不是試射這個 我們不是試射熊山啊 還有什麼天公啊 還有艾二嗎 艾國者二型艾國者三型的 就艾國者三型在報導的時候 我看報導卸了底啊 就是說因為美方沒有同意我們試射 所以艾三沒有試射 這個飛攤不是我們買的嗎 我們花了那麼多錢買的 為什麼我們能不能用 要聽美國的 那這就顯示一個事實就是說 我今天武器賣給你 你能不能用還是要聽我的 這個是美國給這些 他所有盟國的這種控制的手法之一 這個是一個鐵的事實 你今天烏克蘭拿到美國的武器 比較大的殺傷性的 比較會把戰爭把它的範圍擴大性質改變這些武器 美國是嚴格控制 我今天要給你海馬式火箭的時候 可能真正在那個現場 每一個海馬式火箭 基本上旁邊都有一個 美國的顧問在旁邊看著 你要不要用 怎麼用 能打多遠 全部美軍控制 這個你說 烏克蘭高不高興 烏克蘭他要跟美國合作 他就要接受這種美軍的限制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你在談的時候 美國海馬式快來了 打80公里的 300公里的絕對不會給你 那基本上還有使用的限制 所以就是說 美國人在給軍員的時候 看起來很大方 400億美金 我告訴你 基本上我們也搞外援的 我們這些外援都是 大家都是SOP 第一個承諾的多 第二個執行的時間要長 第三個分階段執行 第四個盡量用本國的 本國的這些產品跟廠商 第五個呢 你對所有你援助區的項目 你還要掌握控制力 那美國更是始終老手 所以那400億給美金 美金他今天就說 好啦有85億是直接的軍事援助好了 那是美國的軍事社 可是送到你那邊以後 對不起 你怎麼用還是聽美國的 過去給你這些 給你這些什麼針刺啊 給你標槍啊 就讓你去玩 反正你也飛不了多遠 打不了多遠 3公里到8公里好了 就是給你這些玩玩而已 你現在給你一個 80公里的射程的這種武器 對不起 美國人絕對要控制的嚴謹 當然 嚴嚴的 讓你嚴道 讓你澤倫斯基知道 你要做美國的打手 原來受限制這麼多 所以這個裡面就炒 我覺得就慢慢炒得很厲害 然後呢 拜登更厲害 拜登基本上他先跟 他先讓今後 澤倫斯基如果不聽話 霧及到俄羅斯的這些事情 他今天先已經跟你撇清責任 我沒有要打你 我給的武器 我跟澤倫斯基講清楚了 不能攻擊到俄羅斯 而且我也沒有那個意願 是要讓你普丁下台 他講這句話什麼意思 就是先 這才叫超前部署 萬一以後有一天 先找預防針 澤倫斯基不是現放話嗎 要搞得你 搞得你到時候 你灰頭土臉的意思 雞飛狗跳 雞飛狗跳一次 所以你看這一次 拜登講得多清楚 他也不接受記者採訪 直接寫一篇文章投書 美國的報紙 對 把這個話先講清楚 講給誰聽呢 講給俄羅斯聽的 俄羅斯不是在那個 米利跟俄羅斯這個參謀長 講了半天電話 講的就保證了 俄羅斯說那不行啊 對不對 那這次你要給這麼多武器 當然俄羅斯不同意 他說到時候出什麼事 你到時候看 你等著辦 你看著辦 現在馬上叫他這個議員 在電視上就放話說 核子戰爭 把你西岸兩個城市 把你幹掉 話先講出來了 那所以美國當然 現在這個武器交到 放到這個烏克蘭戰場 他到預先的要規劃 責任先把它撇清 所以這些部分 其實你不要看這個打仗 是初勢 初活 初中有戲 當然 美國打這個仗非常細膩的 他要控制這個戰爭 是什麼程度什麼範圍 你現在看這個其實都是 都是不是我們想像的 東西交給你就去用吧 這種精密的武器 事實上美國人非常小心 將來兩岸發生戰爭的時候 我就懷疑就是說 美式的武器有多少我們國軍 是可以自由使用的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維川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 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